哈啰,大家好,我是大佛天小編 那這一個影片呢,我們要來帶大家來測一次 神聖劍士所謂的平民武器喔 那這邊我們的平民武器呢,簡單來講 其實就是大家比較容易去取得的一個裝備 那我們這一次準備了三把刀都各有目的 做這一次的測試,主要是因為神聖劍士的點數的分配呢 有些人會點力量 有些人會點智力 那有些人呢 像小編我自己就是力量為主 那智力呢是為輔助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準備了三把刀 第一把就是以命中最高撐住的這個九索破 第二把呢就是以傷害輸出 攻擊普攻最強的這個九黑焰 那這把也可以說是萬用刀的這個首選之一 再來第三把是雷雨之劍 那雷雨之劍呢是這三把刀裡面 唯一有魔法傷害的一個刀子 所以它的這個傷害呢會受到SP的影響 所以這一把呢也是有它這個測試的這個價值存在 所以這三把刀呢各有它的特色 所以接下來的測試呢 我們就會測試這三把刀的這個傷害給大家看 那我們測試的部分呢就包括它的一般的傷害 還有它的魔法傷害 那其他兩把刀當然是沒有魔法傷害 所以呢這一次雷雨的重點就是它的魔法傷害啦 那我們的測試方式呢很簡單 就是對於這一隻木人在楓木村莊裡面這個木人喔 我們連續攻擊它五分鐘 那透過這個統計 系統的這個統計功能裡面 我們去抓出它的一般傷害這個PVE的一般 還有PVE的技能傷害 這個其實就是魔法的這個傷害喔 包括武器和你自己的技能 我們從這兩個地方呢去把所有的數據去抓出來喔 那下面這個表格就是帶出所有的傷害啦 那全部的武器裡面呢 雷雨的傷害 包括它的總傷害物理傷害 魔法傷害這樣子是最高的 其次是黑焰 再來最後的話是九索破 那相信這個表格應該大家 或許對於索破的傷害比較低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喔 比較有疑問的可能是九雷雨跟黑焰這兩把武器喔 那這邊小編說明一下因為我們拿的九雷雨是本身有風山的屬性 所以它在攻擊的時候可能當然會有一點誤差喔 因為小編這邊沒有這種沒有屬性的雷雨喔 所以這個部分喔大家就自己斟酌去參考一下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喔整個測試的過程中 雷雨的魔法傷害達到了四千九百三十六 這個其實長久來說影響是相當的大的喔 那雷雨這樣子打出來是七萬多跟六萬多的這個黑焰 打起來整個差距差了五千多 九雷雨跟九黑焰其實是很常見的 玩家會把它稱作叫做萬用刀 這兩把其實是蠻萬用的 那在聖劍士的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 就是有些人會去點智力的情況下 九雷雨它的優勢喔 會大於這個黑焰喔 九雷雨的優勢在智力高的時候其實會大於黑焰 那如果說這兩把武器拿去給暗擊測試的話 九黑焰的這個傷害喔 如果是九黑焰跟九雷的話 這兩把的傷害基本上九黑焰會勝出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索破 為什麼我會抓索破出來 是因為有些點智力型的玩家 他們會相對來講會缺少力量 那沒有力量的結果就是影響到 他的這個近距離的命中 那沒有命中沒有輸出嘛 那沒有命中你也不可能去發動 譬如說狂襲這些魔法技能 所以這時候九索破的存在就相當重要了 好索破的這個存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總共帶了多少的命中進來 九索破的武器命中加起來就是19 他可以幫你補上非常多的這個命中 那就算你是點全智的話 這樣的命中加上去其實也可以幫你打怪的速度增加不少 好那全智的好處喔 就是當你在發動狂襲的時候 那個傷害會非常非常的高 那透過這個索破呢 他可以去彌補你的這一個發動魔法傷害的這個機率 因為他增加了命中嘛 好那前面雷雨跟黑焰 黑焰就不用講了 黑焰這個其實是全力型的玩家 你拿黑焰都ok 這個九雷雨就比較特別一點了 他是屬於混用型的一把武器 假設以小編自己的機器來講 我自己是點了這個力量點到50 包括裝備分配到50 那其他的呢 我就把它分配到智力 像我這一種這一類型的玩家 或許對於這個九雷雨來講 就是我比較適合的這個武器啦 那因為屬性的關係 這部分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或許有一些誤差 如果你有這把武器的話 你也可以去測試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相關的結果 歡迎在影片的底下 來留言跟小編分享 跟大家分享 這個測試數據呢 其實是相當的主觀的 因為他畢竟是基於我的肌體 那每一個人的這個狀況不一樣 或許你的智力低一點的話 打出來的傷害就不是這樣子 那趨勢上也有可能不同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測試呢 主要就是跟大家講 如果是勵志型的這個玩家 就是力量跟智力型的這種玩家的話 你打出來的傷害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趨勢 那麼這個影片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平民武器就是 九雷魚 九黑眼還有九索破 那這邊再補充給大家最後一個資訊 就是在SP32的情況下 聖劍士的雷魚 每打出一次這個魔法傷害呢 他的平均傷害可以到51.5 相較於暗黑騎士全力的這個狀況下呢 他大概只能打出13-14左右的傷害 那這個傷害其實差距是相當的多 那這個就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啦 好 那這個影片呢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大家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跟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 好